山西歇州 所謂三大官邸廟 湖北的、河南的、跟山西的 那這兩尊呢 是所謂的山西西 運程的官邸廟 它分別是 所謂的老的 文官的樣子 是我們所謂的王子 武將就是趙典 這兩個人呢 我待會會介紹 好 另外 在河南洛陽 洛陽官邻 有一樣 其實他們都要配四個 因為我現在要講的 就是官品跟修長之外 那這個其實就是修長 那個官品 那 好 這個老者又出現了 文官的老者 這個是王府 這個沒有問題 另外一個其實他們 剛剛的那個武將就 不是吧 就改為 改為這一位 這一位呢 如果照河南洛陽 那個認定 這個叫廖畫 廖畫可能大家都聽過 那個一個 一個文言就說 祖宗吳達將 廖畫作形容 還有有點負面喔 這個 其實在那個 那個 對啦 當然 因為吳達將會廖畫 可是其實廖畫在整個官宇 就是那個官公 遇難之後 整個後期的軍政 其實是蠻重要的 那 就是 當然我們最後就記得 這麼一句話 就把它看 那 所以呢 這個在那個 河南 洛陽 是 是有 這個 廖畫做協士 也就是說其實有 這個 我們剛剛不是說有 另外兩個人知道意思嗎 就是有三個選擇 一個是王府 一個是 趙蕾 一個是廖畫 那 因為在這裡其實就是王府 跟 跟那個 跟趙蕾 為什麼 因為廖畫也是文官一樣 好 這個是 趙蕾 就是我們這樣 來 那我們關於那個 這個 這兩位 這個所謂的王府跟趙蕾 到底有沒有這個人 是不是像周昌一樣 是完全就是 演藝中的呢 其實不是喔 在史料裡面是有的 趙蕾跟 關於 關平父子 是同時被俘虜的 出自哪裡呢 出自三國子 就是剛剛的關於傳裡面 只講的 沒有講太多 但是呢 在那個孫權的傳記裡面 反而有記載 記載什麼呢 就是 就是當他們孫權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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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 馬中的 把他們抓到之後 就抓到誰呢 關於跟他的兒子 關平還有都督趙蕾 在這裡是有記載的 所以呢 他們就一起被抓了 就 趙蕾是跟他 那王甫呢 王甫呢 王甫在三國志的 蜀書的這個 傳記裡面是有 他隨著劉備爭辯 就是當 當 當關 關於呢 被孫權給殺了之後呢 劉備就大怒了 大怒 就失去理智了 就劉 那個 儘管那個 諸葛亮怎麼勸 他就勸不聽 他就職意要罰 就是要替他的 那個 那個 兄弟報仇 官公報仇 所以呢 他就去 去打 那個 孫武 那果然呢 就戰敗了 那在這個時候 這個王甫呢 在這一次的戰役裡面 是有跟著劉備出征 然後在這裡遇害 所以呢 如果趙蕾時 趙蕾就是 欸 關於 關平跟趙蕾 是一同遇難的 然後兩年後 因為隨著那個 那個 所謂的蜀 蜀 蜀軍要去 替冠軍報仇 那 把 那個孫武 然後戰敗 然後這個時候 王府 還戰死 這個是歷史 但是呢 三國演義怎麼說呢 三國演義 又是另外一個 在三國演義裡面是說什麼 嗯 其實這個 隨軍司馬王府 第一個 他把那個王府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 王府其實沒有太多的描述 但是呢 三國演義裡面講過 他是隨軍司馬 那其實就是有點參謀 那個智囊的樣子 就是這個 也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呢 在那個唐 那個所謂的作品裡面 照相裡面 把他做 形塑成是一個文官 就是比較是參謀 文官參謀 不是在前面殺敵 然後 然後 抱歉 抱歉 那一開始 在三國演義裡面 王府是有先跟官公做警告的 當時 當時官 那個官 官宇呢 大軍要陪發 然後王府是有觀察 就是我剛剛講 我現在講就是三國演義 不是正式 是有講 那你這個後防 要注意 你留下這幾個人 可能都 不太有自信 我建議你最好 把照臉 留下來守盡中 這個是 在三國演義的時候 就這麼 那很遺憾的 官女並沒有殘用 所以呢 後來就果然就是 就有所謂的大意識 他留在那個 荊州的那些 全部都投降 就是叛逃 叛逃 不是叛逃 反正就是孫母打過來 他們就也沒有太 也沒有死守盡中 就投降 那之後呢 因為那個 等於他們被圍了之後呢 趙磊跟官公父子 就一起突圍 這個時候趙磊死 就死了 那另外一個 就是那個王府呢 就是他們被圍的時候呢 就是趙磊跟官公父子 那圖尾 往哪邊 往西邊圖尾 要去尋找救兵 就是往 其實要撤回那個 益州人 撤回大門 那當然圖尾沒有成功 然後留守麥城的 王府跟周昌 然後呢 當他們 就是 他們等於都把 官羽的頭砍下來之後 就送到那個麥城 所以呢 當那個他們兩位 周昌跟王府 在城上看到官羽的頭 知道他遇害之後 王府就在這個時候 大警 就從城上摔下來 然後呢 周昌就 也自殺了 然後呢 連赤兔嘛 都 就不吃不喝了 然後就這樣也死了 所以這個其實 我現在講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在這個 這個 這個唐卡的作品裡面呢 呃 官羽不用說 一起撲毀了 啊 那個 趙蕾也是一起撲毀了 然後死了 那就 就亂局之中 周昌 劉城 但是最後死 因為知道 他們主 主公 官公那個 死了 所以呢 他就自殺了 王府呢 是在 得知 他那個 官公死了 小龍 第一次了 就過去了 花錢 所以呢 呃 我可以說 就是我們在那個 坦卡的作品裡面 會選這四個人 其實 原因就是 他們其實就是在這個 這個 這個一次的 所謂在 三國演藝這樣一段 沒有描述 他們是一起去的 好 那 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 就是我們 那個 在作品上的表現 那現在我想要花一點時間 來回顧一下 到底 那個 那個 關公信仰 怎麼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那我特別先從那個 唐道先出 就是從唐朝開始 那我們對於那個 那個 關公信仰的 大部分 都會從這一件文型 那個 文獻開始 他是那個 唐朝的時候 這個東廷這個人呢 他寫了一個 關廟碑集 他講什麼呢 他在講 就是 金蘭捷渡時 他重修 重修這個 那裡面 特別一樣是 黃色字的部分 那 講到什麼 講到 塵 光大中 光大是年號 就是那個 宋祈良城的塵 南北朝的那個 南朝的 那個最後一個 塵 這個時候 有一個叫 那個 治以禪師的 然後呢 從天台 到這個地方 到哪裡呢 就到這個所謂的 玉泉山 就 湖北當陽的玉泉山 然後呢 他其實是要去找 那個 建廟的地方 然後他就 就從這個 就從一個地方 就坐下來 到了夜晚 就有 呼籲神域 這個神是誰 就是 就是 關羽 好 然後呢 於是呢 關羽講了什麼 他說 我願捨此地為森法 請師出山 就是 其實 講白髮一點 就是關羽呢 就在這個地方 他的靈呢 就在這個地方 聚地為 就是一個靈 那 所以呢 他就跟他說 我把 我願意把這一塊地 送給你這個 米 然後 就請 就請你在這邊 蓋個廟 然後還特別講了 一個神通 就是 於是 他特別就 這個很快的時候 就 這個什麼 風號雷號啊 巴拉巴拉巴拉 於是 所有蓋廟的資材 就準備好了 就是再來講 關羽賢的一個神通 那這個是 我們在最早 應該說 在講 關羽信仰的時候 最強被引到的文賢 因為文獻這個 算是最早的地方 也是一件 就是西元九十集書的時候 那到了那個 宋朝的時候 宋朝的時候 這個張湘音 張湘音 其實 關也做得很大 後來成為一個 展相 那他也講 說 重建昂陽五妙集 裡面 再次 再次講到了 這個 志以禪詩 這個志以禪詩 其實在天台走 是算得上 好 就是他的 很重要的主持 他就 一樣 他就到了 到了 那個 那個 從道人浴泉 然後呢 山中大力鬼神 及眷屬 這種就是來下唐 然後那個 志以呢 就 就講了一個 就說 你們這個 生死於患 於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 山中鬼神呢 就獻 獻獻了 他就說 我是 我乃官莫 生於漢莫 曹操故人 孫泉子 怎麼樣 於是呢 好 就是 講了他 他自己等於說 關公自己 顯現出來 然後自己 做了自我介紹 好 就是 在這樣子 我那個 我是屬屬屬 我是屬屬屬 我是用 一部汗屬 那 特別講到說 又講到說 請大師悲鳴我 那 替我受懾 那我願意 舍此 想做道成 那我還有我的兒子 希望 有發行 有護佛法 好 所以呢 這個所謂的 呃 就是 關羽 或者關公成為 就是佛教的護法 其實就是從這樣的一個 傳說裡面 開啟 好 於是 這個至於禪師 就受關羽父子無界 好 替他建了余泉寺 好 抱歉 關羽 關羽 關羽就替這個蓋了余泉寺 然後呢 他的神呢 就關羽這個神也 也在這個寺廟裡面 好 這個故事還繼續的 一直在被 被流傳裡面 被增添喔 然後到了那個 呃 《智者大師別傳》裡面 這個是已經是 援 呃 宣和 宋回宗宣和的時候的記載 好 呃 這邊也講到了 就是有兩聖者 好 威夷王成 長者 就關公 好 美藍而豐厚 紹成 就關平 好 就都 都其實都在講說什麼 就是 自己大師去那裡 然後他們就是一開始先做 做藥物 是呈現一個 央魔鬼怪 然後 然後 要去威嚇那個 智義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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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他們一個頓悟 然後呢 他們就該發心 說 好 我現在願做佛法 好 願做佛教的護法 好 這個其實 這個 一直到那個 燃獸的時候的 那個佛珠統計 都有類似的 這個 這些故事 一直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累積起來 最後呢 其實到了三國演藝的時候 就被改編 就改編成 在玉泉山 受苦境感悟 首先第一個 名字把它改成 原來是智義禪師 是發生在唐代的時期 但是呢 在三國演藝裡面 它把它認為 就是改寫 改寫成 改寫成 其實是 就是同個時代 就是 等於說 幾乎就是三國那個時代 那 因為改寫成 是三國那個時代 所以呢 智義這個人 因為這個是歷史上的人物 就不得了 所以他就把它改編 改成 那個 進改物 那這樣的一個故事 就成了那個 關公信仰裡面 就是我們去那個 那個 關公廟 都發現很多的 旁邊 就會有 在講它 那個 被 改寬 而成為國教護法 的這個故事 那這個 到底 呃 在照相上 我目前能夠找到的 最早 最早的是這個 呃 北宋在仁宗的時候 其實蠻整 1055年 在 在桂林的這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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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科 上面 就刻了 智義關公跟關平相 這個相呢 其實已經不存了 只存在碑 只有碑留下來 但是我們從那個 碑文可以知道 就是 刻了這三個 但是呢 雖然哪 呃 大部分在描述 關公信仰的時候呢 都從這個地方開始寫 因為早期的文獻 就是 都是留在這個 但是我其實不認為說 關公信仰 應該把 我不認為 我們能夠把這樣的一個 關公 然後被趕固 然後 呃 這樣的一個 當作 在唐宋時期的主要命中 因為呢 為什麼 這其實 在我看來 就是我們在閱讀文獻看來 我覺得它這個整個 這個敘述模式 呈現了一個什麼 它其實呈現了很強烈的 佛教觀點 好 就是什麼 就是 欸 你是個外道嗎 然後呢 於是呢 最後就被使 被我佛教給降附了 好 然後成為我的護法 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套路 但是 關公信仰 其實包括到今天為止 關公信仰 雖然 呃 佛教寺廟裡面 也會有 關公做文獻的文獻的護法 可是它從來沒有 當作一個 很高的一個尊科 但是 在佛教並沒有 那 關公其實還是在道教 而且是 是個 非常高的一個尊科的一個生 所以呢 要了解這樣的一個 整個關公信仰的脈絡 其實我們是 必須 以某種程度 跳脫 佛教的這個觀點 或者說 依賴著 這些早期文獻裡面 特別是 那個 被 就是 我說過這個佛教觀點 就是它被希臘為佛教護法的這個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從 更多的是從唐宋時期 包括 國家 紀典 帝王赤峰 道教經典 這幾個部分 才能比較全面的去理解 觀公信仰 否則其實你就是被這些佛教觀點 那個給綁住 那 可是呢 這個 呃 好 我們在 這裡面呢 其實 呃 我還是回到 就是一開始 關於他 他 遇難之後 然後 因為在當地 其實就是變成一個 有點就是 呃 某種程度是死於非命嘛 就是一個 有點歷鬼的 一個樣子 所以 在那個 呃 這個 送其良辰的梁 梁的時候 其實已經到了後梁 就是他被 已經被被成 串了 但是他還留下一個 很小的一個據點 這個時候他們就開始 有梁宣帝之神 之神之誰 就是觀光 就等於當地那個歷鬼的信仰 開始發展出來的 關於崇拜 然後 到了唐代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 唐代呢 因為他 開始要蓋所謂的 那個 呃 呃 就 蓋 呃 呃 那這個時候的 武廟呢 呃 的 的 主事的是江 江四雅 江太公 喔 也封他為武成王 喔 那 而且整個 整個那個規格呢 就等同那個 所謂孔廟的規格喔 那 在那個唐 中期的時候 就是唐德宗那個時候呢 顏真卿啊 那個大叔把江顏真卿 來奏請依孔廟佩吉 那孔廟是什麼佩吉 除了孔子之外 旁邊是雅舍孟子 然後旁邊呢 還有十個 十大弟子 叫 他們叫十者 喔 然後之後呢 還有七十的弟子 他是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等級的 於是呢 這個顏真卿呢 就 就說 欸我們這個所謂的 武廟呢 武成王 江子雅為主 然後呢 其實應該還要再 等同這個 這個孔廟規格 於是呢 在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把 有所謂的十者 十者裡面 關於排不上十者喔 諸葛亮是在十者的最後一名 前面當然還有很多喔 就是十者的最後一名 然後呢 所謂的六十四降或七十二 因為不同時候的文獻 有兩種說法 那 就 就佩計武成王 那 這個武成王呢 這個 所謂六十四個或七十二個 就是 頂頂的喔 裡面就有關於 那其實 嗯 不只關於啊 當時的什麼 周瑜啊 陸遜啊 鄧愛 張悲啊 呂龍啊 都在這裡面喔 所以其實在唐代的時候 所謂的五廟 其實關於其實 沒特別重要喔 他連十者都還沒有排上去喔 好 那 在更之後呢 這個是唐代的事情喔 到了 我認為那個整個 關於的信仰喔 開始 從那個一個 邊邊的 不太重要 只是個六十四 甚至七十二分之一 喔 的一個部分 開始 我們到現在都知道五廟就是關關宮廟喔 那 他怎麼樣 這個一個發展的過程 在宋代 是 應該是蠻重要的 喔 那在那個宋代的時候 宋徽宗他重信道教 喔 在中晚期的時候呢 呃 各地呢 就開始 因為原本 各封各的 然後封得有點亂七八糟 沒有什麼統一制度 當時候的 北宋朝廷就開始 有給了一個 一個統一的封號 什麼等級的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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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個 那在這個時候呢 就關封呢 其實開始 也被 被陸續的開始去封喔 那 封什麼呢 比如說 折中的時候封賢烈啊 然後什麼時候封中會啊 什麼時候 到大觀年間的時候 封五安王 然後呢 就是 就是作為五城王的一個 佩斯 好 呃 在那個 呃 呃 在講 關公的信仰的 那個 漫漫興盛的 包括關公廟自己本身 他們常常就會 一直在 重述這個說 你看 他從公 變成王 變得怎麼樣 到最後成名代的時候 成為一個什麼 至尊的 好 可是呢 一開始我也 當然我都略讀這些文獻 然後又去大幣 看後來 這從 是比較小等級的 慢慢一直追過 可是呢 事實上 你回去看的時候 你發現 其實當時不是 因為他其實是要 是要 對一個統一的制度 建立一個統一的制度 所以其實當時也不是指封關公 其實很多的 很多的 道教的尊神 其實也都在這個時候 被很快速的 從王一直封上去 但是這個 就是關公 之所以在從那個 就是所謂的義勇五萬王 再更上去 其實就是所謂的 以前是明清之後的事情 所以他的整個 整個關公信仰 再往上 其實是 是到更後來 但是宋代的時候 這個 這一件是 所謂俄羅斯東風服務館 所收藏的義勇 他這邊因為就寫 義勇五萬王位 這個關公 這是我們目前所知的 最早的關公的形象 圖像化 目前的 這十二世紀 經代 經代所刻的 那我們看一下 這幾個 其實你還很難去辨識出 他到底是周昌還是關公 其實你辨識不太出來 也就是說這個 其實在這個 我剛剛說的 這個周昌 一定是到了 那個三國演藝 已經元代 這個所謂的 口傳文學之後 慢慢形成 所以那個新代的時候 大概根本沒有周昌 那 那個所謂的關廷 關廷 嗯 我說了 正史裡面其實也 就是關廷兩個字 那 呃 他什麼 我學五十八歲 這個也是比較晚 所以其實最早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關公裡面 我們對於關廷 現在所知的 年輕 彭觀映的這個關廷 跟那個黑臉 拿關刀的那個周昌 其實這個還沒有出現 就是在 在十二世紀時候 關公的那個性感裡面 就還是這個 比較樸素的面貌 那 呃 到了 更晚 呃 呃 呃 我現在應該再講 在元明時代的時候啊 有一些文獻 特別是什麼 關雲長大破吃油啊 這樣子 對 這個 這個是雜劇裡面 原雜劇裡面的 然後呢 那個 那個在明代的那個正統道障 就是明 正統年間所 所會集的 道原 道法會員啊 這個 哇這幾個字我都還不太會唸 就是官員善祕法 啊 開始有講到一些事情 講到什麼呢 就是說 呃 龍虎山的第三十四代的 張天師啊 派遣關公去跟蚩尤 就是 就是 然後把那個 官公就把蚩尤給斬 然後收復 那個 收復蟹蟲 蟹蟲蟲蟲蟲蟲 剛剛說 欸那個 官公的信仰三大廟 裡面就是 山西蟹蟲蟲蟲蟲 這是他的出生地 好 然後 而且這個 這個都是元明時候的文獻所講的 就是官公得到 就是宋慧宗就封官公為 崇寧正君 但是我回去翻了這個宋代的史料 宋代當時的史料 宋輝聰沒有封 沒有這個記載 這個都是晚期 那 所以呢 我們過去就是說 欸這個宋朝的當代史料 並沒有關宋輝聰這個記載 所以過去大家就說 啊這個都是小說下去編的 去掰的 然後反正這個都是元明以後的 但是 嗯 好像也不是那麼簡單 好像不是 就是 我們根據的那個 這個 我這邊有一個文獻 這個閉岩 大概蓄資是東建的時候 他說 宋輝聰的時候 山西的謝州鹽田 曾經 潰敗長達八年 這個喔 鹽的 以前是專賣的 而且是國家財政稅收 非常重要的 你看那個 所以呢 鹽田不能產鹽 等於是這個生產機制出問題 好 這個對國財政的鹽稅 這個影響很大 我們抗戰了也才八年 這個八年的那個鹽田都產不出鹽 那個很嚴重的事情 這個確實是史事 在當時包括宋朝的史料裡面都有講 這個山西鹽田生產出問題 好 那 後來呢 就從寧四年的時候呢 於是呢 徽宗也賜了張紀元 這個人叫虛敬先生 到六月的時候 我現在講都是那個 正史裡面的記載 好 四月封這個人 然後六月呢 就說 這個八年都潰敗的那個鹽田 就好了 然後呢 百官就來朝和 正史只記載了這些 但是呢 我們去推測 這個很可能在這個後面 其實就是 反正就是 徽宗確實請了 張紀元做了什麼事情 可是 因為 反正正史沒有記載 然後兩個月後 這個八年完全潰敗的鹽田就好了 那 於是呢 我們可以推測 這個張紀元可能確實 有做了一些儀式 就所謂的降服蟹蟲妖 蟹蟲妖怪 後來他們就是 這個妖怪就是比起 那個執隱 那 於是呢 我的推測就是 很可能就是 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下 就是到教隆虎山 這個張天師這個系統下 因為官公就是這個當地的 這個什麼叫謝州這個人 他們就把這個事件聯繫起來 就是它不是完全 它是事出有因的 就是歷史上確實發生過 那個謝州鹽田 那個 會敗的事情 然後張天師也參與了 然後 於是呢 後來也修好 那 在這個張天師 這個龍虎山 張天師的這個系統裡面 他們把他 這件事情 跟官公 聯繫了起來 於是呢 這個 也就是說 這個整個 整個官公信仰在 呃 北宋末開始 應該說 整個真正開始在 有推展 南宋到元代 後來南宋末的時候啊 這個 叫好金的記載 他在講那個義勇五彎王 廟碑的時候 他就講了什麼 他說 嗯 所在的廟 他就講 當然是講官公廟 那這個 那個在 燕照 我其實應該不讓他表演 燕照金楚 特別欣賞 好 燕是哪裡 河北啊 燕照 河北 金楚 五北 好 所以幾個 幾個就是 以北方 就是 以河北 這個地方 那南方 就是湖北 好 開始 好 官公信仰開始 再從這兩個方面 好 那 龍虎的時候呢 龍虎的時候 他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記載 就是 八十八 我想大家應該都比較熟識八十八 就是不必烈的 龍虎 地獅啊 就 他也用白傘蓋 佛母 作為那個 可能 蒙元帝國的 那個所謂的 護國 護國的 我們講那個什麼 中央山拜是護國神山 那個 有點就是 就是把那個 大概 那個白傘蓋 成為一個 護國的 很重要的神 而且呢 每年都會舉行 白傘蓋遊皇城 去除不及 好 在這個儀式裡面呢 官公是所謂的 尖塔的護法 你看 所以呢 為什麼 那個 八十八會選擇 那個 這個 以官公作為 白傘蓋遊皇城的時候 那個 其實 我認為啊 除了這個 裡面就是說 你看 又是一個 那個 外道 成為我佛教的護法 那另外一個 其實 他當然不會選 明不見經傳 他選了一個 官公信仰 所以我認為這個可能在 官公信仰在 在漢地已經相當允許 好 然後在同時 那個整個 火傳文學的 那個 那個 周昌就我們慢慢 寫 寫 我剛剛是從文獻上面去做 整個這樣的一個會子 做那個東西一樣才行 好 其實那個 文獻一開始 讀的時候 就是 火叫了 刀叫了 你會覺得有時候被牽著跑 然後其實 就是 魔術的時候 必須跳出來 可以重複去分析一下 他們自己的各式的觀點 好 那這件作品是元代 在1985年的時候 在安徽出土 就是一個 清白有的 關公葉如像 這個是我目前找到 蠻早的一個 就是整個套史上表現 那在這裡呢 這個關公呢 他是拿什麼 拿著春秋的 春秋 大家看一下那個 這個帽子 帽子 還有這些元員 就隨時所有人家進去 到了山東 那 進到明代之後 整個 整個 因為前面的這些累積 包括我 特別是 其實也 扮演蠻重要的角色 所以到了明代開始 整個關公信仰就整了 後就這樣起來了 那在明成化的時候 這個山東的這個 這個造像群裡面 就有官品跟十大道的奏昌 所以奏昌我說 從那個口傳文學 當那個三國瑜演藝這本書 就是在圓末的時候定稿 那 所以呢 那明朝的時候 這個周昌 就明確地說 那我這邊其實還找到幾個作品 那是一個都沒有太清楚的古法 那在就是 關公跟玄天上帝 成為一族 那明代晚期 就是我們今天所認識的 關公的信仰 其實在明代晚期的時候 封他為邪天護國中義大將 然後到了萬曆四十二年 封了這一個很長的封號 三界俘魔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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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關聖地主 於是呢 到了這個武雜祖的 這一個世道祖武雜祖的 就講了 今天下神相我最聖的 就是關公 然後呢 還有呢 才可以跟他有比拼的